工程人員忙著搬運新型的擋水板 準備送往各區做好防台準備 仔細看這一片活動式的防洪板 能夠輕易組裝 還能夠隨時移動 這個就是我們經濟部水利署 地質核酸分署 他們提供給我們市政府的 新型防洪擋板 它主要是可以取代部分沙包的功能 那因為它的好處就是因為它裝卸非常的簡單 而且它非常的輕 其實它就是跟沙包的功能一樣 只是它比較輕巧 而且它比較便利 然後它是靠水壓的方式 然後它主要是它組裝很方便 它大概如果一個人的話也都可以來組裝 大概一分鐘就可以足了十幾米 就可以免去說幫沙包很重 而且可能需要很多人一起來操作的 上個月27號基隆下起大雨 無倫國中後山水量大 校園內的排水系統無法承受山溝湧出的水流 導致雨水流到體育館損失殘重 當天9月27號的時候呢 有發生短時強降雨的現象 那麼本校這邊的這個排水的這個溝舉呢 容量超出它的預期 導致於它整個水是沖出溝面 一路向前衝到活動中心 向台來襲 五輪國中體育館前堆擠沙包 作為第一道防線 安樂區公所運用地時河川分屬 提供的防汛擋板 安裝在山溝的出水口 希望能夠降雨水導引到水溝 包含體育館跟我們地下室的情形 那這個也造成五輪國中相當大的困擾 那我們來現場看了之後 我們大概會幫它做三道防線 第一道防線是在我們體育館的門口 會做一道防線 防止水灌到我們體育館 跟我們體育館的地下室 這大概第一道防線 那第二道防線的部分 我們也感謝經濟部 時河分屬跟我們公務處 他們借了我們15塊新型的擋水板 那我們再做一個擋流的方式 避免水流直接的灌到我們體育館的場所裡面 後續校方也已經有請廠商估價 然後就是要做擋牆 然後自己開明蓋來做後續的改善 那這邊的經費我們教育處會予以補助 那希望在不管是緊急作施 或者是永久改善之後 可以不要再發生 山陀爾颱風來襲 五輪國中做好萬全準備 希望能夠將災害降到最低 記者黃紹明記憶報告 記者黃紹明記憶報告